在今天天气形态来说 中午炎热 这台北的温度呢 到达了35度的高温 不过中午以后啊 这热对流的发展还蛮旺盛的 尤其是在北部地区 所以下午呢 局部地区的午后震雨明显 明天周休假期了 我们就来看什么 先来看看周休出游去 要注意些什么事项了 第一个要特别注意啊 上山的朋友啊 紫外线是偏强的 在山区活动的朋友 尤其在中午之前 紫外线都在危险登基 防晒工作不能少 十分钟的时间 皮肤可就会晒伤哦 那海边活动来说 风浪是小 都在小浪 风浪很平静 适合浮浅 适合这个华丽奖 不过呢 还是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海边活动的话 紫外线强 还有一点啊 这个下水前的时候 记得要做暖身运动啊 到了往北走的朋友 仍然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午后雷震雨了 因为在星期六 星期日的时候 北部的午后震雨 仍然明显 不过到了南部地区 有点不同 在屏东跟台东两个地方啊 因为最主要就在于 偏着南风影响之下 南风带了水汽进来 偶尔在早晚 会有些零星的 降雨状况出现 在周秋假期 是一个中午炎热的天气 但下礼拜二开始呢 西南风的影响之下 台东的朋友倒是要注意 可能会有 焚风的现象出现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的雨量了 先注意到雨量图上 可以看到北台湾地区明显 这就是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在今天的台北盆地 非常的明显 中台湾只有零星的降雨 南台湾也只有零星的 午后震雨发展 来看到现在的雷达回波图了 从雷达上面 我们可以注意到水汽的发展 在中午之前的时候呢 云层的发展量来说 还没很明显 中午以后开始呢 北台湾包含了桃园 台北 新北 这边的云层发展 就非常的旺盛 尤其就在这个地区 那可是呢 你可以注意哦 因为现在风向 是因为吹着南风的关系 所以呢 这个天气状况来说呢 在中南部地区 山区的午后热对流 大约在傍晚就会停下来 北部地区 大概五点 接近六点的时候呢 这午后热对流的 降雨状况就会缓和 不过南边 有没有看到 南风上来 就是这个云层啊 到了晚上接近到台东啊 花莲 还有包含屏东的 恒川半岛的时候 就会有一点点 零星的局部地形 降雨出现 接着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卫星云图上面 我们来注意什么呢 注意太平洋高压了 有没有看到 高压势力 仍然是比较偏强 在我们台湾附近 所以我们在高压的边缘 吹着南风之下 南边的一些水汽 就会因为 随着风场 进入到台湾上空 不过 午后热对流的降雨 随着天黑 热对流就会减弱了 北方的封面 影响到韩国 日本 跟长江流域 如果要到了江南 华中 跟包含了韩国 日本旅游的朋友 就要特别注意到 会有真雨的状况 来看一下 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温度还算舒适 明天白天 都是闷热的天气 午后真雨 中部以北有 南部地区 十二在早晚 会有点地形降雨 东半部地区 是在台东以南 有地形降雨 外岛地区来说 算是天气比较稳定 金门倒是跟澎湖 会有连零星的震雨出现 所以小丁玲啊 两件事情要提醒 上午外出活动的防晒工作 不能少 午后真雨发生的时候 户外活动的朋友 小心不要被雷击了